率領經濟部次長林全能等相關部會下鄉視察 並聽取設計簡報 新中院副院長鄭文燦 對於竹北市剖劃新鮮一座多功能 國際級建築水準的市場園區表示支持 竹北市是我們台灣發展非常快的城市 年輕化的指標高 而且對這個建設的需求 對生活品質的期待都是高的 這也是我們竹北市 將來面對的一個重大的發展挑戰 當然我們會盡量從各方面來支持竹北 竹北市長鄭朝芳表示 暫時命名為水岸市集園區Riverbank Wine 擬新建為地上六層地下兩層建物 除了滿足採買需求 也納入親子管規劃 清創加速中心與中型展演廠 對此經濟部次長林全能也表示贊同 這個部分如果能夠把它落實 我個人覺得對於整個未來全台的市場 絕對是一個示範的一個效果 除了可以採買之外 還可以遛小孩 那還可以在這邊享受到 很好的音樂的演出 相信它會是我們竹北地區 甚至大新竹地區 一個很重要新的生活的一個新的地標 規劃在頭前西旁新建的水岸市集園區 基地位於竹北市新隆路與自強南路口 近臨橫跨新竹縣市的新國大橋 原工程設計擬新建地上與地下兩層的RC建物 容積率僅30% 經重新規劃後 工程經費預估約12億 諸位施工所積極溝通爭取 渴望獲得中央經費挹注 加速新建計畫進行 新唐亞太電視林秋霞 臺灣新竹採訪報導